學測102年自然課第二詩題 嘿 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講的是學測102年自然課第二詩題 在追尋瓶中的食鹽緩慢滴入硫酸容易會產生一種氣體 下列有關生成氣體的敘述何則正確 在這題解題之前呢我們必須先知道這個氣體是什麼 那我們接下來就繼續對它做講解吧 首先我們有我們的食鹽然後滴入我們的硫酸水溶液 滴下去之後呢會產生一種氣體 那這個氣體是什麼呢我們就在這邊跟大家做分析 那在這邊我們必須知道兩個反應式是這兩個 那首先第一個就是我們的氯化鈉 也就是我們的鹽 鹽加硫酸會產生我們的氯化氫 以及我們的硫酸氫鈉 那下面這個式子也是就是我們的氯化鈉 就是我們的鹽然後再加硫酸會產生我們的氯化氫氣體 以及我們的硫酸鈉 在這邊呢氣體其實很明顯 就是我們的氯化氫它們兩個都是氣體 那另外硫酸氫鈉跟硫酸鈉是以鹽的方式在水溶液用存在 那所以我們的氣體呢就是我們的氯化氫 好那接下來知道是氯化氫之後我們回來看我們的題目 A選項為淡黃綠色且具四筆抽味 淡黃綠色在這邊就是有一點問題 通常描述淡黃綠色是有四筆氣味的 多半是在講氯氣 那這邊呢我們的氯化氫氣體是五色的 所以淡黃綠色這邊就是錯誤的喔 好那接下來B選項可以用白水集氣法做蒐集 那適用於白水集氣法的氣體呢 正常是不溶於水的 那可是我們的氯化氫氣體是溶於水 而且它溶於水之後會變成我們所說的鹽酸 所以在這邊並不適用於白水集氣法 我們如果要用的話 因為我們的氯化氫氣體比空氣還要重 所以應該用向上排氣法來做蒐集喔 好接下來C選項 呃此反應為氧化還原反應 呃要怎麼樣判斷才可以知道是不是氧化還原反應呢 那這時候我們就要用我們的氧化數計算 來看它是否有氧化數變化來確定它是不是氧化還原反應 那我們就回到上面來做氧化數的計算囉 首先是我們的那是正一架 那我們的氯是負一架 氢是正一架 硫酸根是負二架 那我們的氧還是 呃反應之後還是正一架 氯還是負一架 那還是正一架 氢還是正一架 那硫酸根還是負二架 我們這邊可以發現我們那正一還是正一 氯負一還是負一 氢正一還是正一 氧酸跟負二還是負二下面也是一樣喔 所以我們的氧化數並沒有任何變化 這種反應我們就不會叫它做氧化還原反應喔 那回到這一題 C選項氧化還原反應 這邊就是錯誤的喔 好 那朱選項氣體的水容易會侵蝕大理石 呃我們氯化氫氣容易水的時候就會變成我們的鹽酸嘛 鹽酸會侵蝕大理石 那這其實還蠻簡單的 就是我們之前不是會說嗎 我們的酸魚啊碰到我們大理石就會被蝕蝕嘛 所以呃更何況是我們的鹽酸啊 我們鹽酸更容易蝕蝕我們的大理石喔 所以朱選項就是正確的 那接下來E選項 通入氛胎的水溶液則呈粉紅色 呃加入氛胎裡面呈現粉紅色的東西 其實應該是鹽性容易喔 所以在這邊我們氯化氫的氣體 容易水之後變成鹽酸 鹽酸是酸性 所以它應該是無色的 所以E選項也是錯了 所以我們答20題的答案就是 朱 那你答對了嗎 那接下來跟大家介紹一下相關的考題重點 那首先是我們氧化還原嘛 我們剛剛在算的氧化素的變化 然後判斷它是不是氧化還原反應 那什麼是氧化還原反應 在這個連結之後就會有我們氧化還原的定義 然後電子的得失的介紹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是我們實驗方法部分 剛剛講的向上排氣法 排水集氣法 還有我們另外一個向下排氣法 那這些是什麼東西呢 就是我們實驗中一些純化與分離的方法 那如果對這些方法有興趣的人 可以點進去看看喔 好那今天我們的課程就到這邊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